自北西被炸事件之后 形势骤然升级 有失控的迹象 致使当今欧洲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恶性事件 都显得相当寻常 果然如今连克里米亚大桥都被炸毁 事发之后 自然引发俄罗斯疯狂的报复 据今日俄罗斯10月8日报道称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一份战报 显示就在消息当天 俄军三个营组成一支战术分队 在空天武器的配合下 朝赫尔松地区的苏哈诺沃 皮亚迪哈特卡 萨多克 伊仙科 布鲁斯金斯科耶 卡尔洛以及马来亚塞德米努哈 等多个方向 展开一场军事行动 分进合击 乌军虽到处抵抗 但俄军英勇作战 仍取得丰硕战果 一举消灭乌军官兵超过240人 击毁乌军12辆坦克 14辆装甲战车 8辆汽车 还有四门大炮等大量武器装备 并在扎波罗热地区 俄军也展开一轮攻势 俄罗斯国防部同在8日发布报告 指出在扎波罗热一带 俄军与部署 在当地的一支外国雇佣军 展开激战 而这支外国雇佣军部队 常在当地跟乌克兰武装部队 协调行动 并肩作战 至于此次激战的结果 外国雇佣军被打得很惨 160多人被击毙 可以说 俄军此次在赫尔松与扎波罗热两地的行动 都相当有效 让乌军与外国雇佣军都遭到团灭 俄军在黑海支边的东南部发起攻击 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也同样不小 同在8日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俄军对顿涅茨克的谢维尔斯克 诺维和杨波洛夫卡地区发动袭击 目标就是乌军第17坦克 和第92机系换旅 此战结果 乌军有100多名官兵被打死 约12件重型装备遭摧毁 损失惨重 俄军同时在多处地区进行疯狂攻击时属罕见 特别是赫尔松地处乌克兰东南部 黑海北岸 与克里米亚相接 也正是克里米亚大桥所在的地区 不久前 乌克兰入俄攻投的四个州里面 赫尔松正是其中之一 兼具政治及战略敏感意义 俄军的这次反击行动 正发生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事件之后 尤其显得很不一般 如果将俄军这一系列行动理解为 克里米亚大桥遭袭之后的一场复仇 是无可非议的 克里米亚大桥对于俄罗斯来说 不仅极具经济意义 也兼具政治意义 是对克里米亚 这颗黑海明珠行使主权的标志之一 可对于乌克兰而言 这座大桥是耻辱性的地标 是国家领土被分裂的象征 大桥的建成 更添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仇视 乌军一名少将早就放话 要炸掉克里米亚大桥 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行凶者 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承认与此事有关 此外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波多利亚克也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事件只是一个开始 所有非法的事物都必须被摧毁 所有被盗取的事物都必须归还乌克兰 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必将被驱逐 连乌克兰国防部都安耐不住 表示 继莫斯科号和克里米亚大桥接连遇袭之后 下一个会轮到哪里 显然乌克兰似乎已经再也没有任何顾忌 此次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连带之前的莫斯科号建被击沉的事件 也一股脑地招任了出来 通过乌东四地入俄宫头 北西被炸 以及克里米亚大桥遭袭等这一连串事件之后 俄罗斯其实已被再度逼入绝境 不得不显示出彻底改变战局的决心 据俄卫星通讯社8日爆出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 任命陆军上将苏罗维金 为特别军事行动最高指挥官 对俄军对乌克兰 特别军事行动进行统一联合指挥作战 这应当表明 普京已经不耐烦俄军近期的拉胯表现 意在通过换帅来改变战法 是要取得战场上的决胜 所以仅10月8日这一天 俄军在多处地区同时展开进攻 范围之广 攻势之烈 战果之大 都相当少见 毋庸置疑 俄罗斯再也不愿忍受 军事冲突正在升级 一场血腥暴富行动正在展开 之前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 爆炸导致桥面断裂坠海 并引发一列车起火 爆炸发生后 俄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事故吸引卡车爆炸 乌克兰真理报表示 炸毁克兹海峡大桥 是乌国家安全局的一次特别行动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8日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 所有非法的事物都将被摧毁 所有被盗取的事物都将归还乌克兰 俄罗斯的占领将被全部驱除 按上述信息可知 这是乌克兰方面针对克里米亚大桥的一次攻击 我认为本次攻击传递出了四个信号 一是战争面临升级 正如我早前所说 俄乌这场战争已展现出越来越没有底线 越来越不讲规则 什么样的狠招都可能用上 前有北溪管道被炸 如今克里米亚大桥又出事了 这些都很能说明问题 感动克里米亚的话 梅德威杰夫曾威胁以末日等等 克里米亚大桥是俄罗斯的战略资产 如今它真的被炸了 战争会不会升级 俄罗斯又会进行怎样的报复 将是外界比较关注的事情 二是战争无休止 我多次说过 大国打小国不怕打 但就怕小国背后有其他大国的支持 然后没完没了的同你打 不论是美国苏联败于阿富汗 还是美国隐恨越南 皆是此理 乌克兰人多 一旦四千多万乌克兰人 有了美国北约的背后支持 便能够无休无止地冲击俄罗斯 俄罗斯发起战争容易 但想要停下来就不是它想停就能停的了 俄罗斯一直用核武进行威慑 让美北乌不敢攻击俄本土 如今距离莫斯科 仅170公里的卡鲁加机场附近发生爆炸 接着又出现了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这是传递的信号就很明显了 三是俄罗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黑海旗舰被炸 北溪管道被炸 卡鲁加机场附近发生爆炸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等等 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的防御千疮百孔 北溪管道太长你防不住能理解 但黑海旗舰克里米亚大桥这种战略性资产 你俄罗斯也防不住那就难说通 俄方在不断撤换降左 不断主动撤军收缩战线 俄罗斯征兵自愿的没多少 不得不签署强制令 不服从征兆的威胁已十年刑期 然后根据媒体画面看到 大量年轻人通过边境逃向格鲁吉亚 原因应该不难解释 俄罗斯发起的这场战争存在争议 如果他只是胖揍乌克兰一顿 他说的北约东阔去军事化等理由 大家都能信 但现在他是带着几十万军队去抢别人的领土 这就是事实上的侵略 其国内国际的支持度就不会太好 如今连俄罗斯自己都不怎么提 北约东阔去纳粹化这些借口了 俄罗斯此次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主要旗号有两个 一个旗号是反对美国霸权 另一个旗号是反对乌克兰纳粹 只是在吞并东乌四周领土之后 俄罗斯的这两个旗号开始变色 这就涉及到俄罗斯内部的思想混乱 从而造成征兵混乱 从另一方面来说 思想不统一会造成不同兵种之间难以协同 这种不协同的隐患 在平时顺风顺水时看起来没什么 一旦战场不顺利 所有隐藏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 比如利曼失利之后 卡德罗夫把前线指挥官拉平 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指责一通 卡德罗夫一通放炮之后 普京不仅没有处罚他 反而把他从中将升级为大将 可见普京对俄军指挥系统也不是很满意 国家杜马议员古鲁廖夫 更是把失利问题归结为整个系统 问题是局势报告是谎言 这个系统从上至下都有问题 我们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兵力和物资 被投送到利曼 如果他们不知道情报在哪里 另一位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 卡尔塔波洛夫 怒批俄国防部 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报喜不报忧 似是美俄决胜 俄乌战争是美俄地缘斗法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美国想遏制俄罗斯 只是俄罗斯想抢一点乌克兰领土 这事还好解决 我很关心一个问题 俄罗斯正公然搞去美元化 并且一些石油国家已经跟风俄罗斯 开始不听美国的话了 这就动了美国的根本 绝对是绝石油美元祖坟的事情 美国不会善罢甘休 历史上凡是敢动美元的 没一个有下场 因为美国一定会动手干死对方 典型代表就是萨达姆与卡扎菲 他们想动石油美元 结果被干得身死国灭 如果如今美俄间的斗法 真带有这一层原因 那么意味着双方还将进行更多惊心动魄的缠斗 这一层原因就会双方还将进行更多惊心动魄的缠络